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共鸣中国语言文化课堂。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如敬。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五课,就买这件吧!就买这件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生词。 大家跟我一起读外面 外面 外面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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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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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鱼 鱼 八 八 八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词,外面。 这个我们以前学过,外面。它的反义词是里面。里面。那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外面下雨。 下一个,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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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做饭。准备晚饭。下一个,就。 就。这个是鱼。鱼。我喜欢吃鱼。你喜欢吃鱼吗?鱼。最后一个是,吧!表示一种建议,或者是请求。后面用一个,吧! 比如说我们出去吧 我们去图书馆吧 表示一种提议或者一种请求 是一个语气助词 好,下面老师把拼音去掉 我们再来读一遍 第一个 外面 外面 准备 准备 旧 旧 与 与 八 八 好,下面老师把生字也去掉 看第一个 外面 准备 旧 与 八 好,我们再来看下边的生词 大家跟老师一起读 见 见 见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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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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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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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我们看第一个 这个我们以前也学过 是衣服的量词 一件衣服 一件衬衫 第二个 我们后边可以加上一个可以 还可以 表示 还可以 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形容词 后面可以加上一个形容词 还好 还行 好下一个 不错 不错 下一个 考试 考试 现在快考试了 最近快考试了 都可以 今天我们有汉语考试 好 下面老师把拼音取掉 再来跟老师读一遍 见 见 还 还 可以 可以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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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好 老师把汉字也去掉 衣服的 衣服的量词 还 还 可以 不错 不错 考试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组生词 大家跟老师一起读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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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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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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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第一个意思 我们可以说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以前还学过一个有意思 是在米达 没有意思 在米达 这里的意思那是的 什么意思 下一个咖啡 喝咖啡 喝一杯咖啡 下一个 对 对 最后一个 以后 以后 以后我要去中国留学 以后 好 老师把拼音取掉 我们再来读一遍声词 意思 意思 咖啡 咖啡 对 对 以后 以后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汉字去掉的 第一个 意思 咖啡 咖啡 对 以后 好 下面我们已经学完了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语法部分 就是 就 副词就 就 后面加上一个动词 表示的是承接上文 并且得出结论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第一个 你不想去 就在家休息吧 前面 这是一个文章 这个东西 这个事实 你不想去 因为你不想去 就在家休息吧 承接后面的文章 在家休息 不想去 最后呢是 结果是在家休息 第二个 这儿的咖啡不错 这儿的咖啡不错 就喝咖啡吧 前面的理由是 这儿的咖啡不错 理由呢 咖啡很好 可比个主要 所以结论 条论呢 就怎么样 喝咖啡吧 下一个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做什么呢 嗯 得就结论 做你爱吃的鱼吧 用就 来承接上下文 我们来看几个 练习题 我们来翻译一下 看第一个 我们都累了 我们都累了 在这儿休息 来承接 就在这儿休息 就在这儿休息 我们都累了 理由是我们累了 结论是 在这儿休息 用就来承接 再来看第二个 外面下雨 结果是 不要去登山 不要去爬山 外面下雨了 就别去爬山了 下一个 这个菜 这个菜 不好吃 那怎么样呢 这个菜 不好吃 结果是 就别吃了 这个菜 不好吃 就别吃了 下一个 今天 天气 不好 怎么样呢 别出去玩 结论是 别出去玩 今天天气不好 就别出去玩了 下一个 这家饭店 这家饭店 或这家食堂 这个的量词呢 是家 这家饭店 这家饭馆 这家食堂 这家饭店的什么呢 烤鸭 嗯 好吃 结果是 吃烤鸭 那就是 这家饭店的烤鸭 很好吃 就吃烤鸭吧 这家饭店 就拍几张照片吧 嗯 真 我们学过了 层脉 真好 几张 表示概述的几张 嗯 就拍几张照片吧 这里的风景 真好 就拍几张照片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 语法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 我们要学的是 还 嗯 还 后边加上一个形容词 表示 勉强过得去 就是还可以 嗯 是吧 啊 just ok 是吧 嗯 这样的意思 勉强过得去 不是最好的 但是呢 也ok 嗯 那我们看第一个 你身体怎么样 嗯 嗯 还好 嗯 这件衣服大吗 嗯 还行 不太大 昨天的考试怎么样 我觉得听和说 还可以 读和写 不好 我们经常会用还好 还行 还可以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回答 回答下列问题 用还 看第一个 你感冒 好点了吗 嗯 还行 好点了 你的作业多吗 还可以 不太多 嗯 你的汉语考试 怎么样 还可以 七十分 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怎么样 颜色还可以 但是太大了 这个书包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第三个语法部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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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加上一个形容词和动词 一般表示说话人消极不满的情绪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天气 有点冷 冷 不太满意 是不是 今天天气 有点冷 我们发现后面都是不满意的 不满足的 消极的 那不可以说今天天气有点好 那不行 嗯 一定是不好的 不好的 让人觉得不满意的 第二个 我昨天有点累 昨天有点累 也是不太好的 消极的 下一个 这件衣服有点大 嗯 有点大 对吧 对我来说不太合适 嗯 所以我们用有点 还是不太满意的 那我们再来翻译一下 看这个 第一个 今天天气 中头大 今天天气 有点热 一星板 星板 鞋 鞋的量子是双 对吧 这双鞋 擦擦 这双鞋 有点小 这双鞋 有点小 妹妹 咚咚喊的 妹妹 有点胖 头 我的头 我的头 有点疼 北京烤鞋 嗯 北京烤鞋 有点贵 这个书包 有点大 怎么样 大家都学会了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课文部分 跟老师读一遍 晚上 我们去饭馆吃饭 怎么样 晚上 我们去饭馆吃饭 怎么样 我不想去外面吃 我想在家吃 我不想去外面吃 我想在家吃 那你准备做什么呢 那你准备做什么呢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我们看第一个 晚上 我们去饭馆吃饭 怎么样 去饭馆吃饭 嗯 不想 去外面吃 我想在家吃 那你准备做什么呢 嗯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承接上文 刚才我们学习的 他问 你准备做什么 嗯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好的 老师呢 把拼音去掉 我们再来读一遍 晚上 我们去饭馆吃饭 怎么样 我不想去外面吃 我想在家吃 那你准备做什么呢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好 那我们来翻译一下 看第一个 晚上 我们去食堂吃吧 怎么样 嗯 我不想去外面吃 我想在家吃 那 那你做什么呢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下边一个 绘画二 在商店 跟老师读一遍 帮我看一下 这件衣服怎么样 帮我看一下 这件衣服怎么样 颜色还可以 颜色还可以 就是有点大 颜色还可以 就是有点大 颜色还可以 这件不错 这件不错 这件衣服 这件不错 就买这件吧 就承接上文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 和这个就 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就呢 是表示 让步 表示一个让步 就是肯定 嗯 嗯 这样子 是吧 就是有点大 有点不满意 的意思 好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平音的 我们再来读一遍 帮我 看一下 这件衣服怎么样 颜色还可以 就是有点大 这件小的怎么样 这件不错 就买这件吧 好 我们来翻译一下 这件衣服 怎么样 踪扒就这样 那我们怎么说呢 帮我 看一下 这件衣服 怎么样 再来一遍 帮我 看一下 这件衣服 怎么样 嗯 颜色 还可以 就是 有点大 这个小的 怎么样 嗯 这件 这件不错 就买 这件吧 好 下面 我们来看 会画 第三个 在教室 跟老师 跟老师读一下 今天 今天 去不 去不 去打 球 今天 去不 去打 球 这两天 有点 累 不去 打 球了 没有 这两天 有点 累 不去 打球了 没有这个 嗯 你在做什么呢 是在想 昨天的考试吗 你在做什么呢 是在想 是在想 昨天的考试吗 是啊 我觉得 听和说 还可以 读和写 不好 很多字 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是啊 我觉得 听和说 还可以 读和写 不好 很多字 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点长哈 我们一起看一下 今天 去不去 打球 去不去 情犯了一问 正反一问句 哎呀 这两天 有这么 有点累 我们学了一个 有点 装 有点 这个 没有 有点累 不去 打球了 你在做什么呢 是在想 昨天的考试吗 嗯 什么时候考试啊 昨天考试了 对不对 是在想 昨天的考试吗 对呀 是啊 我觉得 是什么 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把拼音去掉 再来读一遍 跟老师一起读 今天 去不去 去不去 打球 这两天 有点累 不去 打球了 你在做什么呢 是在想 昨天的考试吗 是啊 我觉得听和说 还可以 读和写 不好 很多字 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我们试着翻译 我们试着翻译一下 今天 去不去 打球 打篮球 都可以 嗯 最近两天 或者是这两天 有点累 不去 打球了 你在做什么呢 是在想 昨天的考试吗 是啊 我觉得听和说 还可以 读和写 不太好 很多 很多 很多字 我都不知道 是 什么意思 这个有点难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课文 再来读一遍 今天 去不 去不 去 打球 这两天 有点累 不去打球了 你在 你在做 你在做 什么呢 是在想 昨天的 考试吗 是啊 我觉得 听和说 还可以 读和写 不好 很多字 我都不知道 是 什么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 绘画 跟老师一起读 休息一下吧 喝咖啡吗 休息一下吧 喝咖啡吗 不喝了 我已经喝两杯了 不喝了 我已经喝两杯了 是啊 咖啡喝多了 对身体不好 是啊 咖啡喝多了 对身体不好 以后我少喝一点 每天喝一杯 以后我少喝一点 每天喝一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意思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 这个我们学了 嗯 动词 プラス一下 对吧 休息一下吧 喝咖啡吗 嗯 不喝 我已经喝两杯了 已经了 我们也学过 意味摸摸的 哦 突然摸摸的 是啊 是啊 咖啡喝多了 那么你摸个面 空间的安住啊 对身体不好 以后我少喝一点 以后 啊 不 哪种啊 一会 少喝一点 做 哦 做 每天喝一杯 每天 每日 嗯 好 老师呢 把拼音去掉 我们再来读一遍 休息一下吧 喝咖啡吗 不喝了 我已经喝两杯了 是啊 咖啡喝多了 对身体不好 好 以后 我少喝一点 每天喝一杯 好 我们来翻译一下 休息一下 喝咖啡吗 我们也可以说 喝不喝咖啡 嗯 不喝了 我已经喝两杯了 嗯 对 咖啡喝多了 对身体不好 咖啡 咖啡喝多了 对身体不好 以后 我少喝一点 每天喝一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练习题部分 今天晚上 他们在哪儿 吃饭 饭馆 还是家 对 他们在家 吃饭 他们吃什么呢 对 吃鱼 第二题 他觉得 那件衣服 怎么样 嗯 他觉得那件衣服 还可以 他今天 为什么不去打球了 嗯 因为 有点 累 他觉得 昨天考试 怎么样 嗯 听和说 还可以 读 读 读 写 不好 很多字 都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最后一个 他为什么以后 每天就喝一杯咖啡 对 因为咖啡喝多了 对身体 不好 咖啡喝多了 对身体 不好 好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练习 这件衣服 嗯 还不错 就是 有点小 还不错 第二个 今天 有点晚 暗 怎么能着色哟 明天 再看吧 这个咖啡馆的咖啡 还可以 也可以说不错 是吧 我每天 来喝一杯 你们 不去外面吃 我现在 就准备 晚饭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 这件衣服 还不错 就是 有点小 今天 有点晚 我们明天 再看吧 这个咖啡馆的咖啡 还可以 我每天 来喝一杯 你们 你们不去外面吃 我现在 就准备 晚饭 怎么样 大家都做对了吗 今天的作业 还是读课文 还有 打课文的 汉字 嗯 大字 打课文 的内容 好 那么 今天的课 就到这里 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